主席大家好,有请署长 请沈署长 听伟你好 署长你好 署长,我咨询你那么多年 今天要第一次肯定你 就是我们观音废水污染 我们环保署去做深度稽查 也抓到一些排放废水的厂商 对保护那个地方的藻礁非常帮助 当然我也知道说 这是经过我们不分党派好多立委 不断的开公厅会 你们才做的 不过第二点 我想要请教一下署长 我们9月18号 监察院针对萧里希的争议 报告出入 它里面写得很清楚 在第二页 就是之前我跟署长 在咨询的时候谈到 按照地方制度法第18、19、76跟77条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 直辖市县市 依法应作为而不作为 致危害 严重危害公益 或妨碍地方 这个正常作业 政务作业 就是说 在监察院的这个报告 这个纠正 案文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说事实上 我们中央是有介入的空间 那萧里希这件事情 因为呢 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那在这个监察院的报告里面 第9页 就是说我们环保署 事实上不应该根据 经济部的一纸公文 因为他说 他这里面讲是 经济部只能管自来水 我们环保署监察院 对我们环保署 这个非常的有期许 他说环保署管的是饮用水 自来水只是饮用水中的 一部分而已 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署长 萧里希 这个报告出路了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 你要怎么做 是 我向您报告 其实在整个过程 我们是已经完全做好准备 介入来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而且也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都准备好了 什么动作 所以他当时许可发了 我们马上撤销他许可 这就已经介入了 其实我们做了 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撤销他的许可 对但现在你们等于 第二个动作 被经济部的公文就投降了 那么经济部的公文 他不准备把萧里希 作为一个饮用水的言员的时候 所以后来我们就认为说 认定他事实上没有违反 当初的还品承诺了 所以我就没有权介入 那当然现在监察院的看法 认为说 我们还是应该把他认定为饮用水源 是吧 对啊 他是讲 我不认同他的说法 他对饮用水的解释 他对饮用水的解释 是不完整 所以我们会申付 我们会针对他 就是那一段 你现在画出来那一段 我们不认同他那段是讲对的 所以不认同监察院的这个军事 对对对 我们会申付的 什么道理很简单 今天如果要饮用水 那他要化成饮用水的 没关系 因为我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五分钟 我剩下时间想要跟署长讨论一下 就是说我们美丽湾 美丽湾的事情 那个规避环凭 被撤销那个环凭 那那个台中市政府 现在比照美丽湾的模式 他企业管开发 也是一样 也是用那个规避环凭的方式 而且呢 未来他这样子 就是把整个管调到零下 这个每一年要花上亿的这个电费 那事实上地方的许多环保团体 都反对这样的做法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包括苗栗县政府 那个殡葬园区 对石虎造成危害 这个一级保育类动物 石虎造成危害 那现在环保署呢 到目前这几个案子 到底要怎么做 你只是一个书面说明给我 对不起 因为我剩下时间 要跟你讨论六亲的事情了 是 那六亲呢 那现在我觉得 我们全国的人民 最难过的就是六亲都经过环凭 但是六亲附近的居民 癌症不断不断的增高 那按照这个 专长权教授所做的 这些调查报告 在这个十个乡镇十一所学校的空气采样里面 采到许许多多的这个 这个污染物质 目前大概一共有118种空气污染物可以被侦测到 这里面有可以导致肝癌肺癌的滤锡 导致血癌的本 然后这个对这个学校的学生也产生非常大的危害 所以全国人民非常非常的关注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你跟苏志芬县长的争论过程中间 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排放系数 VOC有机汇化物质的排放系数 有六亲三级环凭排放系数 有六亲四级环凭排放系数 还有法规系数 还有厂商的所谓自荐系数 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召开专家会议 厘清到底这些排放系数 哪一种才是这个你跟苏志芬厂到底你们在讲的 然后这个排放系数哪一种可以当尊审 那到底谁所估出来的数值是对的 因为你们说六亲的VOC没有超过环凭的许可量 不是我们说的都是云林说的 云林县政府说超过你们说没有超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云林县政府自己说的 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 好没关系署长因为我们现在今天主席就是六加二八分钟而已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你看单单排放系数就四种了 我赞成你一个说法了 因为我们跟云林也讲请你一起邀请照我们的方法找专家来 各方推专家来把他搞清楚 就是说那个那个专家会议或者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而且我们前面针对他的我们去文就是要求他做这件事情 好是不是依照行政程序法干脆开一个听证会把各个排放系数弄清楚 那么以后呢这个相关的石化园区呢 我们地方政府在估的时候也不会发生像现在我们这种事情 因为我现在这个我拿到的我拿到的这个放在那边 我们环保署委托李俊章教授估的那个有关燃烧塔的VOC排放 六清的那个VOC的排放单单燃烧塔 李俊章教授估的跟云林环保局估的就不一样了 云林估的就算 他是有公权力的机构 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说 所以云林现在他认为怎么样他就去执行 没关系 我现在就是说因为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排放系数下去估的 那我是说环平委员包括我们环保团体 包括我做一个关心环保的利润 我想要去了解真相 当然这个事情上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署长我们就依照行政程序法开庭之会 把这一切来厘清好不好 然后邀请学者专家 我们为了让这件事情弄得很澄清 做这一次我们因为中央是政策地方是执行 我们这一次世界我们一定要去云林县府 以他所有的权利他能做的就请他做 我们会旁边协助他 所以如果开庭之会要干嘛 我们会请云林县政府来做 请云林县政府来依照行政程序法开庭证会 没错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要全责分明了 不然他总认为是我的事情 我在要我帮他做事情 然后他说我没做事情 你觉得你没有没有什么责任 我有责任我要监督他 所以他乱讲我 我有责任说请他讲对话 做对的事情讲正确的话 是我督导他很重要的责任 你有不清楚我帮忙 对那个台东县长黄建廷你就不不不监督他 这个六清环平连那个呃呃李红元部长都说 美丽湾是实时为鉴 他还继续做环平你就从一句话都不坑 有有啊你上次说我也主张签差后见了 但是你要你只在这边想说 但是那个那个法那个法是内政部要主管的 我在我的法里我讲清楚啊 但是他现在还在继续做环平哎 对啊 李红元在继续做环平是依法责任 依法他没有全力拒绝做环平啊 所以你认为黄建廷所做的事都是对的 他不是不对的 他在法律的范围做的事情是依法 他做什么他没错 那苏志芬做的就是错黄建廷 因为他讲了错的话 人家说他没有讲超过法律的话 他他讲的话是个是一事是不服的话 对所以今天苏志芬讲的话都是 你作为全国最高的环境保护署的署长啊 我们看到你在六清大署的时候 六清讲错话我们知道说他错 六清的负责人出来乱讲话说 那个那个烧出来的烟是没有毒的 你也一句话都不坑啊 结果学者专家去把你们环保署所做的这些 那个检测站的资料拿出来一对都是有问题的 你一句话都不讲 我今天的意思是说你应该一视同仁 那如果说你对苏志芬县长这么样的不客气 这么样的严厉那你对其他的县长也应该要一样啊 你对其他的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严厉喔对不起我们不是一开始严厉 我们请他更正请他澄清他不做了我们怎么办呢 你對環保團體也一樣啊 你對環保記者住宿捐也一樣啊 只要有一兩句話你不高興 你就在那邊寫文章回人家 他講錯的話我不能回嗎 你寫到我的部分也沒有來問我 根本都寫錯了 你也是把它PO上網去啊 有嗎 有我質詢過你啊 所以你喔 你入中你自己都忘記了 如果講錯我向你道歉 沒有問題啊對不對 你上次已經道歉過 你連你道歉過 錯了我就會道歉啊 但是不能死不認錯啊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